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入芒果TV会员 想先看正片 遵向超前彩蛋 会员加根版 等更多精彩内容 当女朋友遇上 两小无猜的女性朋友 好戏还在后套 到了到了到了 下了吗 拜拜 刚说了有点多 我跟舒婷 小时候的一些故事 或者我们一些发生的事情 可能有点太熟了 不过我也挺想看看 她有没有 真的是在意这件事情 第一次坐船 好大一艘 好舒服啊 我也觉得 这边好多海哦 说什么 说什么呢 想喂哦 想不太好 开啊 她来了 她在试探我们 她不来啊 没有 欧过来啊 我不能 吃点了 欧哥 赏个面子呗 好 艳者上钩 好像不吃耶 听你俩尴尬 尴尬 好尴尬 真是纯战的啊 在这儿 一对一单挑 好想打他 陈老师啊 对啊 谁还没个朋友呢 他俩都不聊天 也不交流 我就觉得这个嘉宾来得很奇怪 这个闺蜜是来干嘛来了 就想要 我看到一开始 那个男生的一个旁白 就说 虽然很担心 他们之间会不会误会更大 但是也想通过这个事情 知道女生是不是真的在意 希望通过女生吃醋 然后更快地加速 他们两个对彼此的喜欢 这难道都是恋爱手册去使的啊 我觉得啊 她能这么反常 只有就是恋爱手册能够让我允许说 她变成这样 对 女生肯定会有不安全感 然后她那一刻就会慌 慌了那一刻她就会想 那是不是我们得赶紧了 不然的话 真的有一个什么阴差阳错 他们俩突然又好了怎么办 那一刻我觉得女生就会很紧张嘛 然后会很想赶紧地去抓住这个男生啊 对 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欢迎大家来到芒果TV首档剧宗交互式社交实验真人秀 《我在你的未来吗》 大家好 我是孟辰 欢迎各位观察团们的到来 你好 他们两个之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们带着疑问 赶紧去了解一下 我跟淑婷是刚认识嘛 陈老师不在的话 氛围会很尴尬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 就是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 多了解一下他们的关系 没有欧啊 欧哥不给面 今天喂不成了我们 我们来聊陈老师吧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 对 老乡的话 就是小学里面 感觉很多秘密 想一下我不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 小学就认识了 变小学就认识了 可能 好像有就是 因为是我跟别人吵架的原因吧 每次吵架还帮我们认识的 好神奇 我这么小就这么想要一起 就是 父母都会 都 有认识 吃饭啊什么的 都不是吃饭就认识 那你们家的很近吗 还是 很小嘛 有没有老家 我也会去穿门 也要近的距离 我跟你聊一个她 一个女朋友 对 我可以听吗 可以 我告诉你 那个女生是街舞社认识的 但是 就是比起现在的话 就是 我觉得类型完全不一样 就像聊前女友啊 就是她是那种 HIP HOP的女生 有像那种女生 对 对 她有点偏那种 男孩子的那种 那个女孩子 对 对 偏男孩子 对 可能也是跳舞的关系吧 她说 那个女生 就是跟我完全是 不同风格的女生 我慌了 因为毕竟 以前喜欢的类型 没那么容易改变吧 我觉得 陈大师 在那时候还很伤心 不稀里哗啦的 她是找你哭还是 找我 就跟你聊天 对 聊起来 那你算是她的 女 那叫什么 叫 侯颜知己 你 你 你 算是吗 会有人觉得你们就是 当然会有 但是 你不是 我们不是 那其实更多 其实我也是把它 就是当哥哥看待 会不会其实根本就是她妹啊 是亲妹是吗 对啊 不是一个妹妹吗 会不会 其实是她妹妹 不是朋友吗 你现在感觉她俩长得像吗 我没看出来像啊 不像 没有啦 没有 是我自己在猜测 不是我们平常聊天 就没有什么代沟 但是就其实有时候她也会 就是 教会我一些东西 我觉得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 我上学学业不好 然后她现在不是老师吗 就知道她还不错 曾经 嗯 对对 她都会教我 读初三的时候 就初 都会有 就不一定初三才补 嗯 因为我们在一个学校嘛 高中部 初中部都有 就心里不舒服 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这种不舒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是吃醋吧 白拿两张票去坐船了 啥效果没有 效果还是有的 真的吗 芷蓉越来越不开心了 对 他们在那个喂鸽子的时候 说了好几个让芷蓉生气的话题 首先提到了前任 说到那个陈老师分手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帮她补课 还跟她 就是跟那个前女友跟她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对 说她那个前女友是HIPHOP类型的 她是她二人的 我知道她来干什么来了 陈老师不想好了 是来让她拒绝的 对 我就很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谈恋爱的